今次介紹的單位位於觀塘這個三十多年歷史的屋邨 單位住得久 難免裝修殘舊 而且原則本身都有不少問題 今次的單位其實是觀塘的翠平邨 它的實用面積其實是490呎 主要是有四個人住的 屋主去找我們的時候主要有好幾大問題想解決 因為樓齡已經比較舊 而且已經住了很多年 他們就想做一個大翻身 而且也想增加一個廁所 因為他們比較多人 原先舊積整間屋會比較昏暗 也不足夠儲物空間 廚房或者某一些房間的門的擺位有點不合理 而令到他們走路的路線有點不方便 原積的廚房就在全屋最裡面的位置 因為廚房太小了 連雪櫃都不可以放在廚房裡面 雪櫃要迫於無奈放在客廳 每一次煮菜的時候 就要由客廳廚房不停地走 路線就太遠太不方便了 所以我們就幫他改了一個廚房的積 把廚房調過去近門口這個本身露台的位置 我們做了一個多功能的儲物櫃 一路由玄關一路延伸到廚房裡面 裡面包括放到鞋 雜物 雪櫃 以及隱藏的水機在裡面 方便屋主使用 在電視櫃旁 還有一個高新的鞋櫃 足夠放全家人的鞋架 護主就希望有兩個洗手間 我將原積的廚房轉到露台位置之後 將在客廳和睡房都偷了一些位置 令到一個洗手間就變成了兩個洗手間 並且兩個都具備臨浴的功能 以及解決了繁忙時間 同時用洗手間的問題 在洗手間的位置 用了雲石紋的長身磚 以及灰色石紋的地磚 再配襯一些黑色的結具做點綴 本身這間房的出入口位置是在飯廳的 我們將門歸一番在走廊位置 令到飯廳的位置又會健洗一些 以及洗手間的時候路線都會短了很多 在主人房的位置做了儲物的地台 以及在床尾位置偷了一個空間 可以做到一個陷入式的高新儲物櫃 另外在床頭位置做了一個雲石紋的藝術漆 再加一條LED燈帶做滲光 然後增加氣氛 原先在走廊尾的第三間房很小 現在我們將廚房移走之後 這間房就擴大了 第三間房有兩個窗 我們不想將衣櫃遮蓋窗和光線 所以我們將書櫃做了延伸 再加一些裝飾層架 就可以利用窗片的光線和景觀 我們利用床頭的厚度 做了一個全高的書櫃 可以放在鬧鐘或者書櫃 因為護主實在太多衣 所以要求我們在客飯廳做一個大的衣櫃 可以掛到衣櫃 可以掛到衣櫃 所以我們在電視機櫃一路做一個延伸 就可以滿足到它的要求 在顏色和物料方面 用了一些白色的焗油 配搭一些木皮的設計 highlight會在一些 手抽的位置 調子位置做一些黑色的highlight 另外再配搭整個整體設計 都加了一些黑色的雲石做點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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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